记者廖雪如新竹报道,流津新竹建新丰香的茄东西,沿建工厂林立,下游人有农业灌溉饮水,但经常被民众澄清污染轻视。 环保署平和全国河川的自尽能力,预防性建议加盐茄东西等多桥河川的管制。 建府环保局为此公告提高茄东西重金属铜的放流水标准,以及维护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。 环保局表示,根据医学研究,长期食入重金属铜对人体的肝、肺、肾、肾和中枢神经等都可能产生危害的影响。 此公告对济涉事业设有两年的缓冲期,即108年12月16日起,一旦被抽查发现超标者将是超标倍数和事业规模等,依水污染防治罚储6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罚环。 水污染防治科指出,茄东西为新封锡的支流、酥饼类水体长期监测为中度污染。 排入茄东西的列管事业有6家韩星竹工业区283间公司统一纳入污水处理系统,其中韩童的事业有43间,目前都符合放流水标准。 水防科表示,环保署平和全国河川,有多条河川在水质状况,保护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等方面,未符合达成率。 考量重金属有累积性,今日积月累可能构成潜在威胁。 为了确保河川的自尽能力,避免破坏生态平衡。 预防性的建议地方政府评估加盐放流水标准,以符合总量管制,并达到促使新设施业。 污染集中管理的目的 水防科说,且东西上游除了新竹工业区,沿线也有多家工厂,其中以金属表面处理等工厂,原物料可能使用到重金属铜。 此外,沿线还有家庭生活物水排放。 为此,环保局参考环保署的建议并评估事业的技术性,加盐且东西的重金属铜放流水标准,现行最大限值为每公升3毫克,其中既涉事业及污水下水道系统降低为每公升1,5毫克,新涉事业则为每公升0,2毫克。 水防科指出,加盐的新标准已在15日公告修法前曾召开工厅会,多数业者的现有设备都可符合标准,经少数业者必须提升污水处理设备或是投入制程改善。